好了,又到了每個星期的科技新聞環節 這個星期,很少東西 所以馬上來了 幾天前就是WWDC 但還是那句話,不是很關我們事 最多關我們事就是遲下 Apple的產品會多了用這個Arms的處理器 至於因為沒有詳細的內容 所以我就不揣測了 但在網上就流傳了 之後的iPhone 12 就會改用全新的20W USB Type-C的充電器 但送了這個充電器 就說會不送EarPods 之後就是華為的Lover 7 Series 5G 就開了 當中Lover 7的SE 5G 而奇景森林款 背後就會有一個大大的Lover字樣 可以告訴大家 我用愛國的手機都不會被人批鬥 規格方面 Lover 7 5G用了自家的985 5G處理器 配備8GB RAM 256GB ROM 6400萬的主鏡頭 800萬的超廣角 還有遠攝鏡 還有200萬的微距鏡 還有200萬的微距鏡 6.53處的開孔屏幕 有屏下的指紋解鎖 而這個開孔屏幕 就會有3200萬的自拍鏡頭 電池用量是4000mAh 看來這家電池沒有4000mAh 都應該很窄 另外便宜的SE版 就會用回自家的820 5G 來自8GB RAM 128ROM 而鏡頭部分就沒有了軟攝鏡 取而代之就是一個景深和微距鏡 同樣都是4000mAh 但反而電池只有6.5吋 配備了1600萬的前置鏡頭 而且SE沒有平下指紋 是在開關那邊做指紋 整件事SE跟沒有SE 分別好像都很大 但價錢方面 SE只是便宜到1000元 感覺好像不是很值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玩大陸機的話 你自己研究一下 有一個英國音響品牌MISSION 發佈全新的無線藍牙耳機 GOX1 設計就說可以有一個很長達90小時的使用時間 而且設計也是輕巧的 顏色就有黑和銀 單邊耳機就會是4.5克 充滿電的話就可以播放大約5個小時 而最厲害就是充電盒可以充到18次 如果看盒子的尺寸 就這樣看下去 你不覺得它可能充到18次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試試看有沒有店有得買 有沒有得試聽 就是這樣 之後就來到Azor 沒有記錯 往年Azor會有一個發佈會 是自己搞的 而且很多時候 都應該是在Computex之前 搞的 不知道為什麼拖到這麼後 這次當然是更新到今年會出什麼新機 當中SWIFE5的屏佔比 會去到90% 而Chrome Block 都會有新款 之後就有幾款 好像是軍規用的 一些 Windows平板 再來就是 它的Gaming Series 都會有新的 都是換CPU Graphic 大家都明白 近來換10代U 另外也會出一些電競 Moon 最主要就是賣 360Hz 還有4K 144 2K 24 2K 24 2K 24 都是這些 不過 令我最意外 跟Roman一樣 都是Azor和OXEM合作 推出一張真電競椅 那怎樣是電競椅法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OXEM是什麼牌子 就跟大家說一下 它專門出按摩 即是意味著這張東西 應該是要插濕電 才可以按摩 這個星期的科技新聞 好像真的比較弱 只能夠期待7月會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 我們下星期再見 完